陈小春最近可谓祸不单行 继好友郑希怡在妻子应彩儿的生日派对上不慎坠楼受伤后 陈小春近日又被卷入了另一桩是非之中 有消息称陈小春在重庆拍摄电影《宝马狂想曲》时 被着妻子应彩儿出轨 最终遭到同族演员也就是应彩儿闺蜜熊乃景的掌锅 针对这则消息6月26号 电影《宝马狂想曲》之边方对外发布声明 称该爆料属于恶意诽谤 但不少网友认为这很有可能是电影制片方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毕竟新戏即将上映 制造些许话题或多或少都能吸引观众眼球 但另一方面此事的真实性也不容被忽视 因为不久前陈小春的妻子应彩儿就为第三者仪式在微博上公然发飙 哪个女的敢再发些奇怪的短信或照片给陈先生 我就微博发你名字和电话听到没 很明显快人快语的应彩儿借此微博 暗指有人插足她和陈小春的婚姻 此微博已经发布陈小春便陷入千夫所指的境地 不过事后两人还是相安无事地一起出席公开活动 亮相之际陈小春忙不迭地为自己洗脱罪名 没有小三这个角色就是大家觉得那个是小三而已 其实纯粹一个是一个朋友而已 就没没有想太多 我觉得我的这个微博发完了以后 有很多的结了婚的女性或者是有男朋友的女生 都热烈热情地帮我转发 像我们这种名正言顺的老婆 是有权利以及有资格去保护我们自己的婚姻的 有了这出插曲的铺垫 不少人对陈小春出轨遭掌锅的消息深信不疑 不过众多相信爱情的网友依旧希望 此事只是电影宝马狂想曲的制片方 为信息宣传进行的单方面炒作